盘点本赛季 国百战力最低的五位英雄 高情商 这几个英雄的分数低 容易拿标 低情商 英雄冷门强度太低 根本没人玩 第五位 二郎显胜真军 四大区国百平均战力 10874 其他边路英雄打个万战 还真不一定能拿标 但杨减这个英雄 只要打到万战 包你上小国 说好的加强变异 推来推去 又推了一个赛季 虽然一个英雄的重做 涉及的内容有很多 时间慢点 无可厚佩 但现在给杨减加点数值总可以吧 玩过杨减的应该都知道 这个英雄典型的 前期发不了力 中期浑身无力 后期进险乏力 而且越往后拖 杨减的弊端越明显 出伤莫及 没有主动位移 而且还有蓝量焦虑 虽然可编可以 但无论哪一种玩法 都掩盖不了杨减机制上的弊端 第四位 成吉思汗 四大区国百平均战力 10839 这个英雄现在拿出来 唯一的作用就是开局 看看对面打野审可开 除此以外 纽尔哥根本找不到玩他的理由 自从狼狗的被动 三环改成四环以后 吉林雄就彻底走向下坡路了 之前还有绝活哥在玩 但随着新赛季版本的更新 草丛变窄 草丛兼距变宽 进一步压缩了狼狗的整体强度 现在就连绝活哥都已经放弃了 但你们千万别以为 狼狗分数低 国标就容易拿 我两把你就知道 这个英雄现在有多憋屈了 第三位 扁鹊 四大区国百平均战力 10695 这个赛季 鸟哥唯一一个没见过的中单 就是扁鹊 说实话 现在就算把扁鹊删了三天 都不会有人知道 毕竟全网唯一一个玩扁鹊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散热器博主了 作为一个功能型法师 扁鹊一没爆发 二没控制 三没位移 不具备任何抓人能力和留人能力 被抓了也没任何脾气 虽然扁鹊的单挑能力确实很强 但实战里等你把毒叠起来 对面早就跑回家了 而且后期团战 一般都是几秒下去 这么一个英雄却对精致的要求极高 高分段养不了飞味 一分段又炸不了鱼 妥妥的版本陷阱 第二位金蝉 四大区国百平均战力10551 好消息体验服的金蝉变异了 坏消息 普通人又少了一个好拿标的英雄 四大区中金蝉在LS Po区国百最低战力只有9897 比你们口中的原始的打击都低了几千战力 可让而知 这个英雄现在有多难玩 金蝉玩家引以为傲的禁锢 还只是限制敌人的活动范围 和稀释的牵引 真机的冰冻 这些十大神的硬控相比 属实有点不够看 只能欺负欺负位移多的英雄 再加上金蝉整体数值上的不足 即使纯法的金蝉也不具备秒C能力 各种弊端加起来 导致玩家的数量急剧锐减 不过新版金蝉 大家还是值得期待的 想要了解的同学 可以翻翻鸟阁往期视频 第一位顿山 四大区国百最低平均战力 9814 顿山不只是国百战力最低的英雄 甚至国五十 国十 就连国一顿山的分数 都是倒数第一 可以说遥遥领先其他英雄 现在看到还有人无脑搬顿山 鸟哥就绷不住 不是哥们 现在都啥时候了 还活在S18赛季 长臂元大战吸血棒的版本呢 这么多三体人辅助放着不搬 你搬个不会说话的石头 而且很多时候顿山能发挥的作用 比姚妹还低 反而对面拿了还好打一些 由于搬着的原因 拿顿山小国可能有点困难 但拿个金特弹的省镖 还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盘舰王者 被策划一刀砍进下水道的英雄 第一位暗信 自从当年法球球爆火以后 暗信的强度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 那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从百草原直接砍到三位书屋 一个人疯狂垫下了牵制 对面也去我的家 红蓝buff全归他 后来因为一把破电刀 暗信连血挨了好几刀 特色都快看没了 结果电刀削弱了 暗信还不回调 新赛季好不回测起了 公渡鞋的红利 结果策划马上砍了公渡鞋 好家伙 合着这么多年 策划是专盯着暗信砍呀 尽管被策划一顿把玩 但暗信玩家始终没有怪策划 至今还在认为 是自己的打法出了问题 更有一部分暗信up主 还在不停的开发新出装 研究性打法 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 黄昏见证忠诚的信徒 第二位蓝 巅峰时期的蓝有多强 不用鸟哥多说了吧 出去的蓝 单挑可能打不过你 但如果对面来两个以上 蓝轻松松随便吊打 没有任何一个英雄 打团强得过巅峰时期的蓝 只能说当时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狼狈 目前蓝的胜率已经登顶了 全分段打野 三绑胜率倒数第一 强度有望赶超打击 现在蓝的问题 不仅是前期强度不够 在没有绝对经济碾压的情况下 中后期切非能力 也比不上主球打野 蓝的强度全靠二技能支撑 二技能一砍手感极其的便秘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本名英雄 强度偏低 那么不妨体验一下现版本的蓝 第三位沈梦希 当一个英雄白送皮肤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知道 这个英雄现在到底有多冷了 如今的沈梦希 已经未居全英雄胜率倒数第一了 沈梦希能有今天 全靠去年大招挨了一刀 当年加强沈梦希二技能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英雄肯定会削 就是没想到会削这么狠 策划只需要略微出手 就能让一个英雄彻底的拾起大招 沈梦希大招的岩池爆炸 岩池那是真的高 对面就算得了冷岩池袋 也能反应过来 刺激之前 他是能出节奏的炸弹猫 刺激之后 他是中路乱窗的野区西蜴 任何一个英雄 你扣叫他大招 他都不可能强势 第四位赵怀珍 曾经的野区消炎 现在关节有点发炎 巅峰时期的赵怀珍 数值已经拉满了 经常213秒杀满血脆皮 被玩家称之为真正的213守法霸地 然而一次次的削弱 让赵怀珍的地位一步步的降低 从普攻到大招 所有数值都削弱了N多次 彻底沦为了野区笑饼 鲁迅曾说过一句话 当一个英雄的数值 削弱到临界底了以后 这个英雄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有不少赵怀珍玩家表示 如果野区待不下去了 那我就去撒辅助玩家的饭碗 走辅助的路 让辅助无路可走 不过有一说一 趁玩家打辅助 上下是真地高 第五位姜子牙 新版姜子牙对比老版姜子牙 无论是一径的减速和减双抗 还是二径的延迟时间和控制效果 以及大则的距离和伤害量 旧版姜子牙绝对要完胜新版姜子牙 虽然重择的不尽人意 但好在刚改版的时候强度还算可以 后面一二技能各砍一刀就不行了 现如今飞天对立的英雄实在太多了 姜子牙本身没有任何保命技能 再加上腿短地图大 急跑鞋疑速的降低 很容易成为对面刺客的替换机 除了稍微占点米莱吉的便宜 你二哥根本想不到我是他的理由 你们还知道哪些英雄被策划 亲手砍进下雨的吗 欢迎讨论啊 你二哥就先行 告辞 虚假的边路三胡 吕布 项羽 司空阵 真正的边路新三胡 白起 亚连 大司命 第一位边和大司命 这两天有被对抗路大司命 打破防的举个爪 从前期的对击的强度 到中期的支援效率 再到后期团战容错率 这个英雄可以说满足了 当前版本对于对抗路的所有需求 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米月plus 玩过米月的都知道 这个英雄出了名的对弃了强 打团弱 而大司命刚好继承了米月对弃了强的优点 同时又在团战上 弥补了米月打团难以处理的短板 首先是对弃方面 边路大司命最大的优势 就是容易拿到限权 有坦度 有续航 能拉扯 手还长 而且不需要像米月一样走位 炼条一千 温水煮青花 一跑我追 一进我退 凭借着二技能强大的续航表现 几乎可以做到无成本的去和敌方换血 对面血量一旦被压下来 就会因为惧怕大司命的斩杀伤害 从而丧失主动权 而一旦让大司命拿到限权 上半片也觉得中立资源 基本可以尽收囊中 打出绝对的线上压制力 其次是打团方面 因为自身的弹度足够高 并且拥有一流的残血收割能力 所以大司命这个英雄 属于天生的团战搅局者 一技能独特的支援模式 各个时期的玩法不受任何限制 打团期间一技能往敌方后排滑 随时保持一副准备进程的姿态 给予敌方后排压力 第二位亚连 其独特的霸体机制 以及无视地形的大招 让亚连成为了全体后排的噩梦 如今你在对抗路很难找到一个 出着一身坦装 还能制霸边路无脑切地的英雄了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的亚连打谁都不许 打战士有免伤 打坦克有真伤 打脆皮非死即伤 不过这个赛季随着发入的崛起 亚连的难度相应的变高了不少 射手不仅提升了移速 而且还大幅度加强了射程 这对亚连的进场时机有了更高的要求 一旦技能空了 或者对面C位拉开位置 亚连很容易被封证 但这个赛季坦克的崛起 对亚连也是一个利好的交戏 毕竟亚连相比其他坦克英雄更加灵活 拥有更多进场输出的空间 强度和表现远超同位的战场英雄 还是可以拿出来上去的 因为白旗 当白旗登顶各分段对抗路胜率第一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个赛者对抗路有多难打 自从坦克多次增强以后 白旗就开始在对抗路展露头角了 这个英雄不仅肉的鸭皮 而且还拥有着非常强的团控能力 并且随着生命级的提升 白旗大招的嘲讽时间就越长 团战跳得好 往往能一波扭转前昏 虽然对抗路 白旗的单招能力确实不算出众 反观克星还排了一大队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 毕竟白旗这个英雄 不需要自己单打独斗带出节奏 往往能做到自保就行 由于白旗的控制欲很强 只要打野和中单支援过来 就能轻松的击杀对手 所以白旗的胜率高 不是证明这个英雄有多强 而是现版本白旗的表现真的很稳 很好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问